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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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很美的 是印尼语 我说中间那几句 非常好听 好听 我就觉得 一个黄金按钮 一个人少了 对 是 他刚才这一段的演唱 可以说是酷暢淋漓 没错 如果我手上还有黄金按钮的名额 我会毫不犹豫的给你 有吗老师 没有了 不过也没有事啊 这样的话还会给你机会 还可以再唱 没错 反正这样的选手 应该多在舞台上 给我们多带来几次这样的享受 但是今天也别放弃机会 既然观察员们都这么喜欢你 就可以一会儿就可以 找机会就多唱几首 给他再亮一亮你的嗓子 OK 谢谢大家 你怎么想来到 我们中国达人秀的舞台了呢 因为 我和我爸爸有一个特别的愿望 是我爸爸叫我一定要唱这首歌 在中国达人秀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啊 因为这个歌呢是在英尼很出名 很多人喜欢这首歌 然后我家人也是喜欢 因为我爸爸是中国台湾人 然后我妈妈是英尼华裔 所以我们很爱中国 平时在英尼的时候也会跟家人一起唱中文歌吗 如果我爸爸不忙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不忙的时候 大概午还是六点下午 我妈妈开始唱中文歌 然后我爸爸听 诶 唱了 然后我爸爸上去也是唱 我爸爸喜欢张学友的歌 然后我妈妈唱中国流行歌曲 然后我唱我的名歌 然后我妈妈最后说 我唱最厉害的 然后我说 哪里哪里我唱最厉害的啊 这样子 那你们家完全可以开一个演唱会了 对吧 不同的唱法 不同的这个歌唱的这个风格 所以你学习歌曲是跟家里人学习的 以前是小时候 我爸爸妈妈和阿姨 都喜欢唱卡拉OK 在阿姨的家 然后唱 二姨 卡拉OK 然后有时候我阿姨叫我唱天鹿 然后我唱了 然后阿姨说 阿姨发现了我唱得特别好 然后13岁的时候呢 我找到了中国老师 叫我唱中国名歌 专门 最早的时候是阿姨会说 你唱天鹿这种棒子吧 对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亮几嗓子 唱几嗓子 真有个名歌赏 特别有质感的名歌赏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鹿岳 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 从此山不再高 路不再漫长 可就任你 幻境已当 哇 很好 谢谢 其实你的嗓音条件 的确是非常好 你上台的给我们的感觉 真的是一个 来自印尼的我们的华裔 一个非常娇美的小女生 我会以为你唱的是非常温柔的 甜美的歌 但是没想到你唱这样的有 劲道的中国名歌 的的确确印证了那句话 人不可貌相 看似一个特别娇美的小姑娘 但实际上你的声音 特别有爆发力 特别有冲击力 因为我觉得就是 因为你生在印尼 其实印尼呢也是一个 有很好听音乐的一个国家 然后呢你对中国的名歌 又这么喜欢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的那首作品呢 就好就好就好在哪里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结合 就是混搭 能够把印尼的那个 古老的那个名歌 然后跟我们中国的 传统的名歌 进行一个非常巧妙的 这样的一个嫁接 然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品 其实这就是你的一种特色 也可以说是一个歌手 因为你来自印尼嘛 所以用了两个地方的 最有特色的歌 混搭在一起 成了一首非常完美的作品 谢谢老师 中国的名歌你还会唱什么 会 还会唱哪首啊 中国的名歌 还有 怎么 说再来一遍 再来一首啊 他们听得还没不够过瘾 所以让你再来一首 有抗定情歌 哦 嗯 然后 《乌浪拜托的夜》 《欢迎老强》 然后 《给你一点颜色》 我们让蜜蜜挑一首吧 你爱听哪首 让她再唱一首 想听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 《想亲爱的公养》 happy 很舒服 预防 海马流流地山下 一条流流地烟用 断断流流地嘉宰 看頂溜溜的沉有 夜亮彎彎 看頂溜溜的沉有 離家地溜溜的遊街 一隻溜溜的花遊 長家溜溜的遊歌 看頂溜溜的沉有 哇 你看 她就有她的那種特色 她的聲音那種小甩槍 那種非常有自己的個性 謝謝老師 關鍵她的音色吧 她的音色是特別 就有那種名歌所需要的原始那種自然 她又有流行歌曲的那種 沒錯 沒錯 她兩個都加在一起 而且出來以後特別的自然 沒錯 沒錯 而且一聽是屬於她的聲音 她特別有那種標識性 對 我估計如果大家熟知她的以後 她的聲音太有標識性了 有的人聲音是很普遍性的 但她聲音特別有標識性的 謝謝老師 你為什麼會喜歡唱名歌啊 因為我看中國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也是有不同的特色 所以我喜歡看中國的中國名歌的MV movie clip 看的如果西藏那邊有布達拉宮 然後我看如果草原的歌是很多草原的畫面 所以在那邊我恨 通過中國名歌我恨了解中國 這樣子 我很多知道中國 對 這剛才金星老師講的一個觀點 對於我們的很多歌唱界的演員來講 也是一直在深思的一個問題 就是中國的名歌呢 當然可以有地道的民族的唱法 但實際上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我希望中國的名歌呢 能夠用流行的嗓音 對 來去進行更大的傳播 我也喜歡 對 然後呢 要讓中國的流行音樂的歌星呢 能夠在他們的歌聲當中呢 仍然不失中國名歌的那個腔韻和味道 我覺得能夠有這樣的結合 才是最棒的一個歌者 所以今天呢 你接近這樣的目標 而且我也覺得 你看每個國家都有 全世界都有各個國家的名歌 所以你唱了我們中國的名歌 我要跟你進行一個小小的交流 我剛才跟咪咪講了 今天我也要唱個歌 遇到一個會唱歌的達人 我也會很高興 因為我也是歌唱演員 所以我在出訪印尼的時候 參加印尼的重要的這個演出的時候 我也學唱了一首印尼的名歌 其實中國的演員 也要學唱世界的別的國家的名歌 什麼歌老師 那我給你輕唱兩句啊 你可以跟我一起唱 OK 因為印尼名歌對中國的很多歌唱家 也有很多的影響啊 對對 你在台上啊 台上唱啊 台上唱啊 對呀 對呀跟我一起唱 這個話筒不行的 哪個話筒呢 多麼和愛可親的一位觀察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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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Q自己 哈哈 唱什麼歌 我不告訴你 但是我一唱你就會知道啊 OK 我能拉著你的手嗎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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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很厉害 老师 很久没唱了 但这是印尼语 我就是见到你 我突然想起这首歌 Bugawa Solo是很出名 对 所以Solo河 音乐的最有名 在世界上最有名 最长的 Solo河远 好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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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跟你一起唱 蔡老师的咖你别吵 别加息 看蔡老师的咖 谢谢老师 真帅 我想问一问啊 今天你自己来的 爸爸来了吗 不是 今天是我老师带我来 老师带你来了 爸爸没有陪你来 因为我爸爸是 没有的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刚刚 是吧 我以为爱唱歌的爸爸 对 所以这首歌呢 刚刚 是最近爸爸刚刚 对 这个是最好我爸爸的要求 爸爸会为你骄傲的 谢谢 爸爸要带我们回家 中国是我爸爸最爱的家乡 我不要哭 因为我爸爸是不喜欢人哭 欢迎回家 对 所以父亲有这样的愿望 对吗 带着你们全家回到中国 那为了这个愿望 全家都做了什么努力 我要用我的能力 带到我们家人 来到中国生活 这个是我家人的愿望 愿望 对 父亲小时候是怎么教育你们的 父亲小时候叫我们 他说好好学习 因为如果你学好 学好好像很聪明 你会来到中国 然后最后呢 他听我 要去参加这个舞台 他很高兴 然后他说 一定要成功 这样子 加油加油 加油 很坚强的女孩 好 好 那现在该是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了 感谢你选择我们中国达人秀的舞台 我相信通过这个舞台 通过今天你的演唱 播出去以后 我估计中国好声音应该行动了 因为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特殊的声音 但是我们中国达人秀的舞台 是最大的一个舞台 对 我爸爸也是说这样子 这是最大的一个舞台 而且感谢你 感谢爸爸 感谢妈妈 给了你这么好的一个影响和引导 然后用你的歌声来找回到祖国 回到祖国来唱这首歌 而且确实声音太好听了 谢谢老师 太好听了 我真是像那个沈腾老师说的 如果我们手中有第二个黄金按钮的话 我们都会争先口号给你 给你这个黄金按钮 因为这个声音太难得了 今天听完你唱歌以后呢 我的决定是 YES 谢谢 又美丽又坚强 然后 已经没有办法用词语来形容我现在的感受 对 然后 没关系 唱到我们老人家老泪纵横了已经 非常谢谢你选择中国大人秀 非常谢谢你选择中国大人秀 不知道出哪边好 大人秀的舞台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的决定是YES 谢谢你 谢谢 现在已经有两个YES了 两个YES了 你缓缓 对 我经常会被一些 一句话就感动了 一句话一件事情 而且她又那么坚强 对 我也被她的坚强打动 一个19岁女孩特别不容易 但是你的未来很光明 谢谢老师 欢迎回家 你有这么好的嗓音 无论你走到多远 你的声音都能传回来 谢谢老师 我一定做到了 所以我的决定是YES 谢谢 曾慧兰 这个名字 慧兰 对 曾慧兰 我想告诉慧兰的是 带着歌声 完成了父亲 给你们全家的那个心愿 回到了故乡 无论我们生在 遥远的万里之外的 一国他乡 还是远在天涯海角 我们都有一颗中国心 中国的名歌 让你成为一个美丽的姑娘 所以为你今天这样优美 动情的歌声 我的决定是 YES 谢谢老师们 恭喜你 成功了 谢谢 拜拜 拜拜